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什么年龄该计较什么 不该计较什么 有取有舍 收放自如 等得了以下不同年龄段的取舍智慧 你会少走许多弯路 一 二十岁 不比 做好自己 二十岁的年轻人是身上压力最小的时候 也是心气最浮躁的时候 这个年纪很容易陷入这一山看着那山高的陷阱 羡慕别人拥有的 盯着不切实际的 从不想想适合自己的 结果就是 做任何事情都是浅尝遮止 等到回过头时 已经浪费了最宝贵的时间 二十岁 最重要的就是不羡慕别人的生活 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认准了方向 再苦再难 都要牙坚持下去 满江红中有句话说得好 莫等先 百了少年头 空悲怯 你在二十岁打下的坚持基础 都可以成为你未来路上惊喜的铺垫 二十岁 别想太多 做了再说 脚踏实地 勤勉努力 你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同龄人 二 三十岁 不争 管住脾气 前中书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 二十不狂往少年 三十游狂 没头脑 三十岁 少了三分少年轻狂 多了五分稳重成熟 如果你依然喜怒无常 只会让人觉得不成熟 不靠谱 人到三十 学会不争你就赢了 因为愤怒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加剧矛盾 当你不再浪费时间争论 安静地沉淀自己 你要的 岁月都会给你 人生很长 不争 反而走得更快一些 心平气和 宽容大度 才是三十岁人生最好的处事方式 三四十岁 不贪 知足常乐 蔡兰说 人生中的烦恼和恐惧 大多因为贪婪 你想得到的越多 就失去的越多 人生太苦的原因 大敌是 欲望太满 而现实骨感 四十岁 人生半坡 开始走下坡路 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 都大不如前 很多事情难免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就要给人生做减法 减少欲望 学会知足 佛说 知足便是福 不贪就是圆满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用有限的生命 去追逐无限的欲望 结果 得不偿失 欲望太多 太过贪婪 很容易迷失自己 措施人生很多宝贵的东西 人到四十 越走越多的是年龄 越走越少的是时间 学会知足常乐 借掉多余欲望 凡事不要逞强 珍惜当下拥有的 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就是这年纪最简单的幸福 四 五十岁 不求一切随缘 周易中说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做人要懂进退 这到适可而止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人到五十年过半百 该拥有的就已经拥有 没有拥有的 再怎么苛求都是徒劳 人生就是这样 注定有太多可遇 而不可求 太多的无可奈何 放下执念 接受不完美 才可能遇到更好的风景 凡事不强求 才能把握当下 才不会辜负已经拥有的 正如陶渊明 在《行影神三手》中也写道 应尽便需尽 无复独多虑 人过五十 要学会顺其自然 看淡得失 一切随缘 才是最健康的心态 五 六十岁 不愁 笑对人生 六十岁的苏氏 被放逐海南丹州 当时最险恶偏远的蛮荒之地 但他没有抱怨 没有牢骚 没有不甘 乐观豁然 甚至写信告诉儿子苏过 海南的生蚝太好吃了 你可千万别告诉朝廷那些人 不然他们肯定都会来海南跟我抢的 从苏东坡身上 我们看到了人过六十 最好的活法就是笑对人生 前半生的经历 已经告诉我们 忧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不如笑着面对一生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远忧 也不用为儿孙的未来忧虑 佛曰 物随心传 静由心造 烦恼皆由心生 笑对人生 才是对前半生奔波劳累 最好的回报 笑对人生 是六十岁以后 最高级的智慧 张爱玲说 短的是人生 长的是磨难 人生看似漫长 其实不经意间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来不及遗憾 来不及感叹 来不及追忆 走好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过好每个年龄段的自己 不辜负岁月 也不辜负自己 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取舍 不同的岁月 不同的生活 愿你能拥有取舍的智慧 在人生这场修行中 交出满意的答卷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